人物分析,我是于欢水中鸾冰染,是真的冰清玉节吗?我是于欢水已经收官,这部短剧刚播的时候好评如潮,本来收视率和豆瓣评分都一路朝着良好的势头发展,可谁料到剧中的一句,女拳,我给你啊,是整部剧陷入了风波之中,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剧中那个纯洁的女孩子,鸾冰染,不知道是不是作者有意为之,大家把这个名字倒着读一下, 似乎是作者在暗示这个看着赏心悦目,人畜无害的女孩并不是那么简单,然后,她直接跪到了主人家的沙发上抚摸沙发背景墙,并且直言道,意大利的,有钱人了,确定于欢水的水平之后,更是直言道太热了,脱去了外套,她在结局时,也说道,自己之所以从事这份看起来满是道德光辉,不计个人利益的工作,是因为这个行业更容易接触到有能力有社会地位的人了, 有人给介绍工作,能够置身淤泥而不染的总是显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